以色列對轉加薩中部一家醫院 發動空襲 讓大批民眾嚇得四處逃竄 濃濃黑焰伴隨爆炸聲 加薩市中心的一座高層建築硬生生倒塌 擅長空戰的以色列軍方 被英國衛報揭露 偷偷在以哈戰爭中 使用從未曝光過的AI系統 以軍靠著薰衣草AI資料庫系統 識別潛在目標 據傳在衝突初期 還曾識別3.7萬個巴勒斯坦男性目標 並藉由運算分析認定跟哈馬斯的觀點性 以軍靠AI作戰引發人道疑慮 對此以色列軍方駁斥傳聞 說這些資訊管理工具 只是一個交叉引用情報來源的資料庫 以獲取恐怖組織的最新資訊 強調並不是一份獵殺人員名單 英國衛報宣稱薰衣草系統 是由以色列國方軍的精英情報部門 8200部隊開發 更有6名曾參與的乙方情報官員 確認這項消息 以哈戰爭牽扯到AI 為戰況帶來更多變數 三例新聞 許國恆 伊力亭綜合報導